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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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you got me right where you want me but it's all in your mind i came to party on my own don't need nobody in my soul i get down to the beat i lose control k-o-i-k-o-i-k-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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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you want me but i don't care baby 感谢传承300年淘金夫妓 好容颜的广域远定婚单 为观察区的女嘉宾提供的暖心礼品 6号 那嘉宾 你是不是喜欢女生穿裤子的多点 因为今天一共就三个女生穿裤子 然后全到这边来了 我觉得我看感觉 对 那你跟女生走路的那个姿态形态 还有自信的程度 对 自信蛮重要的 所以我是凭感觉 但是听你一说 我好像都是选裙子 还是裤子之类的 他自己也糊涂呢 对 我告诉你一个客观的证据 你看一下19 20 21 这三款的衣服 都是属于那种 怎么讲就是很 Clasico怎么翻译 对 就很称 我的妈呀 你怎么变成了这种人 Clasic和经典的 对 比较典雅的那个风格 对 是什么导致了江振宇 连典雅的 经典的 都找不到中文的那个词了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最近 孟老师有小小的忌妒 14号 你好 男嘉宾 我发现你的选择时间 都还蛮长的 基本上都是每个女生 站到那个定点位置之后 然后定了一个造型 两个造型 你才开始做选择 其实我犹豫很久 然后当我划第一个 往左划观察区的女生 我心里非常地很不好意思 大家都非常地优质 然后我真的很努力选 真的 那你在精挑细选之后 这边的女孩子 你有没有哪个很后悔 没有选到红区 其实大部分都很后悔 我一直真的给太少 我会给24个都是在红区 如果可以的话 好的 好的 好 看第一条片子 2018年的某个早晨 和往常一样 早上8点起床 去甜品店上班 与往常不一样 有一台摄影机 闯入了我的生活 让我感觉有点紧张 我叫黄一乔 28岁 是台北一家甜品店的店长 台湾的美食 多到数不清 每家店都会有自己的招牌 而我最拿手的就是 你们现在看到的鸡蛋仔 我相信每个男生 心底都希望 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男人 所以我每周都要坚持健身 或跳breaking来锻炼自己 让自己更加有魅力 也让女生觉得更有安全感 虽然绝对完美先生 在生活中不会存在 但在单身的时候 让自己努力变更好 才更有机会把握 即将到来的幸福 我其实算是一个 蛮好相处的乐乐天派 但可能从小比较独立 遇到事情 喜欢自己思考解决 不太喜欢去麻烦朋友 例如读大学的时候 真的不太会追女孩子 就下课专门去研究 哲学和心理学的书 看完书的确有去实践 但答案没有像书里 这样子反映出来 现在想想真的挺幼稚的 毕竟谈恋爱不像秋学分 研究再清楚 也未必真的了解爱情的真理 19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是不是做任何事情 都需要考虑 然后提前做好准备 是的 那你平时如果 别的女生倒追你的话 那这样的几率 是不是会比较小 我从小到大 没有女生倒醉过我 所以我很可怜 真的 不好意思 抽到你的痛点 为什么突然 因为这个话题嗨成这样 我很难理解 不是有很多男人 一辈子都没有女人追过吗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江老师万人迷好不好 13号 我有个疑问 男嘉宾是不是经常看 《非诚勿扰》 因为我发现 您选的新农区的女生 大部分都是参加节目 比较久的一些女嘉宾 真的假的 我没有看过 对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往往就是参加过节目 比较久的人 走路比较自然和自信一点 我其实觉得 你看像8号是新来的女生 然后她也没有出现过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 没敢说 A 这男生心里里面 还是喜欢有一点点小可爱 那个8号要不要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张凡 我来自甘肃九泉 我是一个西北女孩 我现在在珠海 有一家自己的摄影工作室 你从小就是看卫星发射 长大的吧 是 是 是 很小的时候 老师就组织我们去操场上 看火箭上天 为什么这个话题 男嘉宾都成这样 我觉得你很幽默 我要选主持人 你们都散了吧 她是从我来的 来 选第一个中选区女生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购物APP上 为中选女生挑全力 谢谢 刚才那段沟通的时候 你们听口音发现了什么 台湾人 台湾人 这么明显吗 对 而且是比较帅的 来看她选的第一个 中选区女生是谁 8号 有请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是真爱往下我们推荐的 一 二 一 二 三 二 在你身上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北的黄玉桥 今年28岁 在刚才那一轮的时候 我已经问得差不多了 我把那个派的递给他选 他正在要准备选的时候 你开始做自我介绍 他就听你介绍 介绍完了 他就选了你 你是本来就觉得他 哎 你喜欢这一款 喜欢这个类型 然后选了他 我可以直说吗 对对对 因为那镜头其实看不太清楚 然后刚好就照到他 然后特别的大 然后就觉得哎 这女孩子很漂亮 就选他 你心里面现在怎么感觉 就是 这是一个意外 我都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做好准备 你刚才出场的时候 那个表情就是经典的 叫做一脸梦 因为我要先做自我介绍 然后我就想做完自我介绍 我要问他一个问题 那我问什么呢 然后看短片的时候 他说他是甜品店的 我又不太爱吃甜食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他把你选出来了 对啊 我还真开心 他可能会选别人 准备鼓掌了 8号 我一看我自己是8号王 10号 男嘉宾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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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您的外形很不错 然后跟我们的沟通 给人感觉也很舒服 但是您又说到28年了 从来没有女生倒追过你 所以您觉得会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 我自己说有点太自为是 因为我的长相长这样 然后先感谢妈妈把我生成这样 所以女生会觉得 她就是个花心鬼 爱玩 但基本上我也没什么夜生活 对 好坏啊 可以理解成帅哥的烦恼吗 没有 也不算帅 我相信很多男嘉宾一定都比我帅 但是您回答的这个态度是有加分的 没有 感谢 谢谢 那么客气啊 5号 你说你自己不爱麻烦朋友 对 那如果你的女朋友就是很喜欢麻烦你怎么办 女朋友当然没问题啊 来啊 来麻烦我 没有问题 那其他女性朋友呢 女性的当然不行啊 女朋友会吃醋啊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好加分啊 我相信所有男生一定都会这样回答 这很简单 你的上一个兄弟就不是这样的 好坏啊 前面两个都不是啊 所以你看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男生在这个舞台上牵手 没有 没有 每个男生都有他们的魅力 你平常跟人说话也这么客气吗 因为大家不认识我 我还是把最好的影片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你平常并不是这么客气的人 不会就啊 随便啦这样 13号 男嘉宾 其实我内心也是蛮小可爱的 真的吗 谢谢 看起来不可爱吗 我觉得大家都很可爱 我很舍不得这边的朋友 为什么不增加到24个 就全部都划24个就好了 吓死了 19号 我觉得你把我划到这边划对了 因为我含糖度很低 含糖度很低是什么意思 你看起来很甜啊 含糖度很低 就是我不会 然后我想问一下 其实很多那种事业型男人 他可能身高很矮 但是他会喜欢一些 看起来比较高的那种 但是你就比较喜欢那种小可爱啊什么 是不是你比较 我其实没差 不一定要矮的 我有教过在这里 所以你就是看我不顺眼 我没有 没有 我没有看你不顺眼 你真的很棒 真的 那你能不能先安慰我一下 对 我想一下 你有没有闻到烧焦的味道 我在网上已经看过这个词了 男嘉宾 你好 你有没有闻到一种烧焦的味道 没有 我闻到了 硝烟 你说现在啊 对 我的心已经燃烧烧焦了 知道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 我没有梗 你很漂亮 然后你很可爱 真的很不好意思把你划到那边 对不起 19号 这一轮不错 拐着弯挖坑 我告诉你 在面对这种咄咄逼人撒骄的女生面前 这个表现我觉得是很好的 如果能够出一番花里胡哨的话来 不一定加分 反而是这种略带慌乱的 这样的反而还加分 小奶狗 什么意思 她是另一种方式的赞美 小白狗 小奶狗 小奶狗 这大陆网络上现在有一种 称呼甜美小男生的说法 6号 男嘉宾 你在我们的面前展示得非常完美 非常好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知道了你自身的一个缺点 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缺点就是太古怪 比如工作忙到 就是太忙于工作 所以忘记女朋友 那你最不能忍受女方的缺点是什么 龟毛吧 什么意思啊 举例特别爱干净 到了洁癖的那种境界 我这样解释听得懂吗 就是不那么随和 很多事特别爱较真 特别计较 对对对 谢谢你 来 选第二个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购物APP上 为中学女生挑选择 开大屏 第二个女生是 19号 朕宇觉得这是不是成功案例 对 我认为这个坑挖得非常漂亮 19号刚才拐这弯吧 对 说这个跟蓝区的姑娘们分享一下 你看 泡到蓝锯之后 通过积极主动的沟通表达 成功地吸引到了这样注意 大家看 好 这不错 把它挖出来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下一条片子 有人说台湾男生 都很会谈恋爱 但我觉得我可能是例外 17 8岁的时候 我身边的男生朋友 都有女朋友 是那时候 就想要交一个女朋友 刚好在逛街 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之后才发现 她居然比我大八岁 我不在乎 但她觉得我们的年纪 真的差得太多了 真的不能在一起了 在这之后我就交往一个 比我小五岁的女生 她玩性比较重一点 相处两年之后 就发现她喜欢别的男生 那时候很愤怒 不甘心 就想尽了全身的力气 挽留她 想要去确认 然后我就去她家楼下找她 等了很久 发现她跟另外一男生 从她家出来 最后就想说算了吧 就放她走吧 每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 每一任都会跟我说 你就是这个性格 所以每个前女友都可以分手啦 哪里 个性很怪 我算是一个比较像男孩的男生 但我也是有肩膀的 我下一段感情 希望找一个个性大方 然后也不太计较的女生 长相不是那么重要 个性相辅相成才是重点 我觉得你就是 吴磊和彭于怨的结合体 彭于怨的身材 吴磊的长相 然后彭于怨的个性 她像彭于怨和吴磊生的孩子 我跟她们差太多 她们比较棒 没有 我觉得你很棒 真的很棒 过去 过去 而且我真的不理解 你的前女友说 你的个性很怪 一点都不怪 我觉得你是三观非常正的孩子 你好像跟她生活了很长时间一样 没有 你一点都不怪 人家是在一起相处过了之后 得出了怪 且不说对还是不对 但是你这个有点武断了 长得帅是王道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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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不在意男生的长相的 就是我在意这个男生 他的性格和他的情商 我觉得你虽然就是不是特别 会有套路的那种男生 但是我觉得你的三观非常的正 而且你很真诚 对 就是他说他不在乎长相 你好好看他这张脸 好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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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有孟爷爷的智商和脑子 我也觉得他非常的棒 4号 4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一直想要您说 就是你不太会谈恋爱 然后恋爱经历很少 然后我觉得这点就是 对我来说其实是加分的 因为我还蛮喜欢 就是恋爱方面很单纯男生 所以然后我还蛮喜欢你们的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蛮随和 然后比较独立的女生 谢谢 了解 9号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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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我刚才第一轮的时候 我就想说话 然后我也很喜欢跳舞 我一直说我想找一个 就是能让我眼睛冒小心些的男生 所以就是我刚才特激动 就请你关注一下 好 没问题 说到跳舞 要不然你跳一段给大家看看 好 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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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捧着她的脸 他自己捧着她的脸 我刚 我闻到烧焦的味道了 因为就是我从第一条片看 然后看下来 我就很期待男嘉宾 但是我今天演瞎 所以我真的是看不清 男嘉宾长什么样 然后但是我从看短片 然后到刚刚男嘉宾跳舞 我就就是会跳舞男生 真的超帅 1号 你很会健身 然后又经常爬山对不对 你非常喜欢做运动 对 刚刚看VC的时候就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我的心脏蹦蹦跳 那种感觉 是 是 然后如果让你 选一样甜品来形容我的话 你会选择一样什么甜品 榴莲算吗 不行 我讨厌 我觉得是马卡龙 因为我很喜欢吃马卡龙 然后它是甜的 不好意思 有点酸 让它羡慕 你羡慕 你羡慕 我帮你争取一点时间 刚才的片子中一个话题 难怪你在每个前女友 跟你分手 就是因为你的性格这样 我来问一下 你们回忆一下 你们的前男友们 有没有描述过 你们性格当中一个 共同的对你的一个评价 不喜欢的评价 不要说我的所有的前男友 都觉得我长得美 不用说 来 19号 我的前男友就两个 他们俩给我的一个共同的点 就是说我脾气太差 然后比较自我 然后有点强势 所以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我刚刚这些缺点 我已经跟你说了 然后你的经历呢 其实是比较少的 然后我会觉得 就是看过花花世界的男人 可能会抵抗诱惑 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然后你这种就是可能比较奶狗的 然后会不会就抵不住诱惑 其实不会 因为我有些朋友也会这样玩 那其实只要看到 他们的下场跟后果 其实就 11号 如果看电影 跟男朋友在一起 看鬼片的时候 就差不多那个音乐 差不多大家都知道 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 太好笑了 对 他们都说我太 就我会整男朋友 6号 我之前的男朋友 都会给我统一的评价 第一肯定是脾气差 第二 你太烦人了 你好黏人 我输不了你 你快点给我从我身上拔开 快点那种 你要这么黏的话 那再找再走了怎么办呢 我肯定要找一个 大家 他喜欢我黏着他 他不喜欢我黏着他 我黏他 他自己很烦 他烦我的话 我会更烦 一烦的话我就爆炸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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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炸 然后就 我一定要黏着 慢慢找 一定会找到 还年轻吗 对不对 来 最后一个问题 5号 男嘉宾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 那个女朋友 有没有一个 就是比较具体一点的想象 因为我觉得你在场上 就跟每个女嘉宾都 我跟你说实话吧 就你前面对我 那个问题的回答 挺撩我的 但是你对所有女生 都是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就是 好好想想 先以朋友的眼光去看 任何人 如果另外一半的话 那我可能会更熟练 如果她是你朋友 一个女性朋友 你都会夸她很甜很可爱这样吗 我说的就是19号 但就是真的啊 就是发自内心夸她 但就真的可爱 我得稍微替 不一定是你啊 所有站在那个位置 男生压力都很大 你说她要是特别木讷 不会讲话吧 这个也不加分 你说她所有的应答如流 前一个 前一个 对 也不加分 其实是这样 她讲的那个意思是对的 现在这个状态 你们谁都不是我女朋友 那我只好先做 非常优秀的社交咯 那我不能当一个傻子呀 只有一种情况 才会出现你说的那个情况 在《非诚勿扰》舞台 就是我 就是为你来的 所以我其他女生都不大力 我只对你交流得很好 其他人都无所谓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她已经算很好了 我特别谈议 谢谢 谢宇刚才说这话 我已经不止一次 听到有女生这样表达 类似于21号刚才的表达 类似于你刚才表达 我听过至少不下10次 听上去没有毛病什么 男嘉宾也很优秀 表达得也很好 没有任何毛病 大家都很喜欢你 我觉得就差点什么 我只等待那个 对我一个人好的 你想想 我们在要求别人 说你就应该眼里只有我 没有任何人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我们自己有没有优秀到 在别人的眼中 只有我一个 在乎他人 就是我想解释一下 因为 为什么我会提这个问题 因为就是 我以前男朋友 对我的评价 都是觉得你特别甜 特别可爱 然后当19号说 我寒甜量比较低的时候 他说不会啊 我觉得你很甜很可爱 所以然后我就心里 就有一点点小吃醋 但是他刚才又说了 就是说如果有女朋友的话 我会收敛很多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所以我为你留灯 谢谢 好 现在留灯的是 4号 5号 11号 12号 你可以从这四个女生当中 选一个 替换掉现在中选区 两个女生当中的一个 也可以不换 想清楚换还是不换 换 谁换谁 4号换8号 我们先看8号 有没有留灯的大屏幕 做了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来 有请4号 加油 8号 8号感觉是来了还立足未闻 什么都还没明白的时候 就经历了不少事 5号哭了 5号哭了 对 很对不起 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此时此刻的心情 就我觉得我来了也挺久了吧 但是那个男嘉宾性格 就回答我都挺喜欢的 可能是我自己最近公布的 就做了什么 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然后就 没有关系 就喜欢不喜欢这个 都是看缘分的 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事情 觉得我很可怜 或者怎么样 他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就这个意思 对对对对 所以你喜欢的就好 我觉得靳元是 来了好久了 然后碰到一个自己 觉得各方面条件 都蛮喜欢的男生 然后也很主动地表达了 就其他女嘉宾这样说 大部分至少都会上去 但是他毫不犹豫就选了 4号我就 但在我看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逻辑自洽的行为 就是说到做到 因为在小片里 最后一句话讲 就是我希望找一个 不那么计较的女朋友 所以你记得4号 讲过一句什么话吗 在他们俩交流的 他就说我就是一个 不那么计较的人 就是性格还蛮那个 我觉得至少他说的 跟他做的是一致的 他喜欢他那个类型 不是因为我喜欢他才选我 其实也挺好的 就我肯定也有喜欢我的嘛 而且靳元 我觉得你来以后 我能感觉到你每一期 都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然后觉得你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敢于主动表达 我觉得你越来越好了 我可能不一定要等一个 愿意照顾我的人了 我希望我能够强大到他 我也可以照顾他 下面三个关键词看大屏幕 刘晨 关键词 以结婚为出发点 2 择偶标准 3 自我性格描述 选一个 2 择偶标准 希望婚后和父母分开 祝彼此忠诚 说到做到 绝不能有大男子主义 能把握好自己社交活动尺度 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黄竹君 1 冒险精神 2 无蜡不关 3 推理控 1 要不要问问 有没有掉下去啊 有没有掉下去啊 这是哪里啊 火山 意大利的一个火山 好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同一个问题 你们最不能忍受另外一半哪一个缺点 谁先回答 右边好了 4号 我可能最不能忍受另外一半没有担当吧 没有责任感 我想找一个就是可以照顾家庭有尊感男生 好 谢谢 19号 我最不能接受大男子主义还有大嘴炮 就是巴不得别人知道自己多厉害一样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不用说的 是大家都能体会到的 但是现在这种套路难太多 我是坚决抵触的 好 谢谢 两位老师的建议 从目前来看 给你留灯的4号 所有呈现出来的个性 应该来讲和你很搭 即便你有一些 比如说古怪的东西 你看她做的那个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 敢于坐在悬崖边 敢于坐在那样的地方的女生 心胸也许会很大 19号列了关键词 基本上就是两条 第一条要低调 但是有实力 第二条要听我的 所以她对男友 或者是未来老公的约束力 在心里面还是蛮强的 如果以我的理解的话 你不希望找一个 在这个阶段关键那么多的人 所以我就推荐刘登的4号 谢谢老师 来 你说决定的时候到了 你的选择选择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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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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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 想要征婚 相亲 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珍爱网 百合网 世纪家园网或者现场报名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感谢拼多多 拼多多三亿人都在拼的购物 APP拼多多对本节目独家冠名 感谢港中侦探高特别播出 感谢狼牌特区特别播出 感谢广律远订婚单 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我唯一喜欢过的中国男人 就这一款 这样是个美丽 太兴了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菜吗 我喜欢你这道菜 你就是我的杯子 让我幸福来得更猛烈一些 好不好 第一次中选选的是我 本来我还挺开心的 但是我跟10号 是完全两个不同风格 我觉得他选第一个女嘉宾 是觉得合适 选卢靖元 是因为喜欢 前面选你怎么样 现在还不是把我放在这了 在纷纷扰扰之间 我冰冷了双目 早能与我相爱的人 一起到老 没人要我 为什么 难道看不到我是快宝 见好座 你们三更给我听好 年轻多会大 最新最重要 在华兔